再一回国 人就回母校任教去了 边工作 人把博士也读完了 人家自祖传的本事呢 难怪 对了 晓晓 我还发现你小姑 很有艺术的气息 她还说她喜欢摄影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小姑从小就爱摄影 她经常外出啊 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回来 这一点你们俩能有共同语言 是啊 那我搬进来 不找机会多跟她探讨探讨 探讨可以啊 但你这个说话得注意点 你万一哪句不对付啊 我小姑能给你怼南强上去 不会吧 她看起来那么文文静静的 一个女士啊 有你说得这么厉害吗 大卫啊 大卫 我是看在咱俩是哥们的份上 我才告诉你 在我们庄稼 得罪谁都行 但是我小姑不行 我小姑啊 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啊 是宝 是骄傲 所以我们庄稼都知道 招谁不能招小姑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哎 庄职病啊 我这在外头忙了一天了 这回来还得收拾 你看这些东西 堆成一堆的 你在家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哎呀别老唠叨了啊 没看见我这干大事了 你干什么事啊 啊 人家大卫是外国艺术家 对装修风格要求肯定高 你以为给咱们家装修呢 随便糊弄一下就行 糊弄谁了